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飞哥 大家看到我换了一个场景 那今天你说看到的是我在2020年 还有三个月不到的时间就要过去了 做一个系列节目 那这个系列节目的暂时我还没有想好名次 那一开始我想的有看片学魔法 魔术终结者 看片学魔术 或者看片学技能 也就是说通过我们去观看一些影片当中 使用的一些魔术或者魔法 那这种技能呢 以我自己的目前的能力看能不能还原出来 并且把一个真正能够学到的一个技巧 通过视频的方式来分享给屏幕前面的你 那今天呢是我们这个系列的第一期 那我也将会拿出 我可以在这边说 是全我中文魔术教学领域最最为干货的一个内容 但是我相信你看完这个视频 你学到的东西干货内容是非常非常够的 那第一期看片学魔法呢 是不是放点烟花的 掌声在哪里 好了那第一期呢 我们将带来的这个魔术是经典之再经典的一个魔术 那前不久呢刘谦正好也表演了这个魔术 我们来一同看一下今天的看篇学魔法之法师接吻 那这个魔术呢其实相对是比较简单的 一幅很普通扑克牌让观众选择其中一张千上名 魔术是站在其中一张扑克牌上千上名 然后把扑克牌丢在嘴巴里就达到了隔空法师接吻 那他的名字呢因此而来 其实这个魔术一开始进入大家的视野是在六年前 魔术师一幅表演过这个魔术 那从他表演完之后呢 这个魔术在如今啊已经有六七年的时间里面 被无数个魔术师或魔术还好者给重复的去表演过 整个流程和套路基本上是没有变 那么今天呢飞哥将100%的从这个魔术的原理到表演技巧 以及表演注意事项 那么首先呢我们进入这个魔术的原理部分啊 其实他的原理呢是首先需要准备两副扑克牌 并且找出整副扑克牌当中两张相同的扑克牌 那我这边为了给大家看清楚演示呢 我特地买了一副白色扑克牌 那首先呢你表演这个魔术时找两张相同的扑克牌一模一样 那我们事先需要做一个动作将第一张扑克牌上面签上我们想签的 那我就签一个模子 那注意你签名的两次呢这个笔记一定要签的差不多 所以你呢尽量把字写的比较工整啊 比如你来个艺术签名第二次你签的完全不一样的话会出现很大的问题 那这是我们事先签名好的放在整叠扑克牌的第一张 那我们在表演整个魔术的时候呢让观众在其中啊 也就是说嘉宾去挑选其中一张扑克牌 挑选扑克牌 那OK啊如果你看完这个魔术之后呢 周围朋友有给你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 记住一定要选第一张 这时候呢就直接 魔术就会很尴尬啊 第一张嘛第一张是不能选的 OK啊那如果遇到这样非常奇葩的观众 他非要选第一张呢 我们就不要这样去给观众选牌了 那我们说哎我这样落牌你说停就停 那这样也可以对不对 哎这样落牌停 哎不可能说第一张停吧 那你这样可以完全的通过一些技巧和方式去来化解这个尴尬 那这时候呢第一张是我们事先签好名的 注意这个签名一定要很公正 那这时候呢观众随机的选了一张扑克牌 比如观众选中了这张 那观众选中这张扑克牌之后呢 会让观众难过去去一个地方用笔去签一个名 那就比如签一个飞字 OK那观众签完名之后呢 那这时候魔术师呢需要做一个非常关键的动作 也就是说你整幅复克班在手里 你要悄悄做一个动作把第一张牌翻过来 那这个动作呢不能让任何观众看到 那其实如果你真正在现场去表演这种魔术的时候 你要把这个卡翻过来 那翻的时候呢 你可以通过一些语言技巧 在观众签字之后 观众不可能一个人在签字 就越看你了 那估计应该是看过无数教学的 好了 那这时候呢我们把这第一张牌翻过来的时候呢 我们从一幅表演当中能学到是做这个动作 那我们也是通过看篇学魔法 通过这个动作把扑克牌呢是正象着面对观众 如果表演这个魔术的时候 你周围诠释观众的时候 建议换个魔术 那这时候呢我们只要把观众千万名的这张牌放过来 好放到这边的时候 其实呢我们这边是需要用我们的小拇指 把这个牌稍微定一下 这时候两张牌呢 当然然会合在一块 这个在魔术专业术语里面叫做双翻 也就是把两张牌翻成一张牌的感觉 那以后我会出一个详细的专题 给大家讲一些双翻的技巧 那今天我们稍微提一下 好那这时候观众牌放出片的时候呢 我把整个牌拿起来 可以做一些这种动作 感觉很像一张 其实是反正的 这时候把整个牌翻过来的时候呢 来了一个第二包 这时候完全把观众牌呢 调换成了 我事先写号签 就是事先写号的 这时候把它对折 再对折 然后让观众干咬 咬住就没有问题了 那这个没有关系 所以我直接放我衣服这边 那这时候呢 魔术师还要做一个动作 就是把牌落下做一个双翻 一次性翻了两张牌 那这个双翻的动作 你可以和它说话的同时 把这个牌就一次性翻两张 那这时候呢 那观众签完名牌在这个地方 那这时候呢 我们简单的做一个 魔术里面的基础 所以把技巧之后呢 还是一样签一个名 然后签的 一定要和你一开始签的一样 所以你在写的时候呢 一定要写稍微工程一点的自己 那这时候呢 我们把整个牌说 这是没有问题 好 再翻过来的时候 其实拿到的是观众手里的牌 那这时候呢 Dart 手牵手 眼神对着眼神 那这个呢 你可以学习一下 比如说是EF的一些动作技巧 通过我的眼神 OK 那这时候我嘴巴里的牌呢 应该是观众千万名牌 那这个牌呢 一定是我签名的牌 好了 这个魔术呢 是非常非常经典的呀 那我们通过看片 学习到了这一个 非常非常有趣的这个技巧啊 那么如果你在电视电影动漫 小视频当中 无论任何地方看到你想学的魔法呢 都可以投稿到这个邮箱里面 我会挑选我能够还原的魔术 并且把它的原理讲解给你 大家听哦 如果你喜欢这一系列节目的话 记得点赞 尽我自己的能力做一档 比较有趣好玩的科普节目 还能够学到一些小技能哦 那么这期就到这边 我是你们的好朋友飞哥 我们下一期不见不散 拜拜